就是這碗冰 賣到錢用布袋中 星巴亭冰店 雲起於西編1938年 陪許多台中人一起長大 一起慢慢變老 星巴亭曾經歷兩次大火吹塵 把照片布置已具 第二代的拆封雲及第三代成為主 經歷過往歷史最佳的說書人 當中人 人很愛坐 人家都說 嚇死人 還是在掛人 怎麼會人這麼多 他們說是在吃不錢 我二十年來坐 媽媽來看完的時候 看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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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個子就比別的小朋友還要高 我期許的時候就不要比你做讀書的時候 我每天都用去賣給你 所以我很容易地在讀書 因為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公佈了一千三年 然後我記得有一隻馬腳都已經矽整 然後兩隻腳全部都破裂 用到服務 你還是要你幫忙啊 小時候我們要的錢都是用布袋裝 所以我們在算錢 整個布袋錢都倒出來 然後整個房間裡面都是錢 那時候一碗瓶是八塊錢 我跟安東在算錢的時候 算到下一片 你看看 你看背板光 真的是算錢 算到手軟 招牌蜜豆冰 不僅是台中的味道 可是記憶與故鄉的滋味 放送美國回來的 Melody和女兒Bernsey 一下飛機就來報導 我最初的想法是 就是來這裡 享受這個美麗的滋味 美國很多的冰種 就是沒有到自己的蜜豆冰 也沒有人敢用這三個字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台東市的招牌 蜜豆冰對我而言呢 它代表著我對故鄉的懷念 我回來了 蜜豆冰我愛你 我都不知道說一碗冰 可以帶給人們那麼大的感動 我一定相信它也在一次發揚通告 多新聞台中報導 我們來講